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观众们看的也是津津乐道 一共49集刚开播两天五分之一都已经更新 好了 因为剧情实在精彩 感觉都有点不够看了 那么先来揭晓一下 这部剧的结局会如何吧 相信大家知道结局之后 一定会更加期待之后的剧情的 男主商戏蕊是惊喜明灵 他通过自己的实力名声确起 但是因为他不是本地人 所以经常被人欺负 名声过大还被很多人打压 商戏蕊过得很不快乐 可他从来没有被现实生活打倒 为了将戏曲发扬光大 商戏蕊用自己的努力感动了很多人 其中有一位富商程凤台 就是被商戏蕊感动的人 程凤台从前没有接触过精细 但是商戏蕊的实力太强了 让程凤台爱上了戏曲 程凤台还特意要和商戏蕊结交为好友 后来在程凤台的帮助下 商戏蕊用自己的实力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精细人才 商戏蕊把精细发扬光大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只可惜战争爆发了 程凤台和商戏蕊只能先放下他们的理想目标 投入到战争中去 他们加入到了军人队伍中 上前现奋勇杀敌 为保护家园保护国家付出了自己的力量